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 Navigating the Future of Open Source Development with GAI Opportunities, Risk and Best Practice For the English-speaking, non-Chinese-speaking folks I'm sorry, I'm going to do this in Chinese because we have more Chinese-speaking in the audience So hopefully you have that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OK,好,那我接下来用中文讲 因为我们这个在讲中文的同学比较多 那我们今天就是自从去年十一月 那个ChatGPT出来以后 大家就是大模型一火,很火的在发展 在美国呢,在Hugging Face上面就有70多个模型出来 那国内我也是听说 说有100多家公司都在做这个AI这种东西 然后就是这个是非常火 然后尤其是ChatGPT很多人都已经在用了 在北美呢,我是有听过这样的数据说 我是来自硅谷 只要你这家公司有差不多100个人以上的 大部分都已经有这开发者在用 有的是偷偷的用 有的是正式的用 用这些工具来帮他们做一些工作 像ChatGPT写一些文档 那现在有些很多一些工程师都已经在用 在Copilot这种工具帮他们写代码 那国内不知道怎么样 大家现在已经用ChatGPT还有Midjourney是写就是画图这种 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可以 我想看一下 就是说在国内已经开始在用这些工具写文档画图 还有写代码的请举手 你可以小小的举手 不想让你老板知道你可以这样举手 我可以看到 后面被撞不进去 对是是是 所以说跟国外差不多 对所以大家已经用 所以这个技术已经在这边了 那但是我们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 我们有些事情 就是说怎么样去用 比较安全 怎么样用才更有效 那还有一些风险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了解 然后我们可以有最佳实现实践 就是这就是我今天要讲这个话题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 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Anny Lai 我现在是在我是Future Way 就是硅谷里面就是我们在我们公司是做开源运营的 那我现在个人也是在LFAI and Data 是一个是一个董事 是代表这个这个Regular 这个这些会员 然后呢在LFAI and Data 你们昨天也听到那个Keynote 就是他们最近成立了一个组叫做Genative AI Commons 就是这个是个小组呢 就是因为现在GAI发展得很快 有很多机会 那我们是想说在用这个工作小组呢 我们可以说怎么样子再去 在这方面开源 在开源这方面去拓展 然后我也是在LF Europe 欧洲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我刚刚才从那个西班牙飞过来 这是他们的OSS的T恤 然后他们在那边就是也是在这AI这块也是讨论的非常火 尤其是现在欧盟那边有一个AI的那个叫做AI Act 就是说这个法律 所以以后这些法律都会跟我们这个开源开发者都会有息息相关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OSI就是一个工作 OSI就是专门定义Open Source的 专门做Open Source Definition 的一个组织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像我们用的这些Apache License MIT BSD 这些都是他们这个组织通过的 因为它有一个定义 那我们这些许可证出来这些许可证才以这个OSI出来的定义为主 然后去通过这些许可证 然后所以说我做了在AI这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组织做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今天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些我学到的东西 好 然后呢 GAI Boost Developer Productivity 就是说这个Github 这个他们做了一个稍微的调研 就是说用GAI工具写代码的这些工程师 他们现在差不多他们他们的感觉就是 至少他们的写代码可以增快55% 然后他们现在新写的新的代码有46%都已经有用到这种工具 然后他们自己也觉得写代码越来越快乐 因为他觉得说像有时候你要花很多时间写一些 你平常很琐碎的东西 很琐碎这些代码你常常写 你就会觉得说事情好多好烦 但是你可以现在有了这个工具以后 你可以聚焦在你的创造力这一块 然后最基础的这些代码 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帮你写 所以这个是Github的它的一个调研 然后这个GAI它给我们的这些机会在哪里 就是说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你用这些工具 比如说Copilot这种工具 很快的你就可以增加我们写代码的速度 然后写一些CodeBuilt这些 然后另外就是你也可以用它这个工具 帮我们做troubleshooting 就是找bug 然后找一些安全的一些漏洞这些 然后可以优化我们的代码 然后最最最最最基本的 还可以帮助我们写文档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开发者 是最不喜欢写文档的 因为很多时间我们好不容易把一个数据 把一个项目写好了 还要花时间去写文档 我们就觉得很累 那以后可以大家就说可以利用这个 像这些这种GAI这种工具帮我们写文档 然后呢所以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有了这个工具以后 大家要学习一个项目或者是要合作 可以增进我们这些学习和合作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用这些CodeBuilt 有些时候你就可以问一问说 我这个项目是新的 那它项目的背景是怎么样 它会就说给你一些背景一些内容 所以对我们开源社区来讲 这个是是相当的一个好 一个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做开源项目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Sustainability就是持续性 因为很多大家做开源项目就是 头先很热的项目 大家一起上很多人都要上 然后有有的是主导的 有的是啊 就是说做其他的一些边缘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项目等到做成熟的时候 慢慢慢慢我们就说很多开源项目都是头先就是开始这样往上爬 做成熟的时候 我也慢慢已经大家都已经商用了 然后就是他们叫做Sunsetting 这种Stage就是说它已经是已经是就是说大家只是做一些补一些Bug啊 这些做一些小小的一些feature啊这样那通常在这第三段的时候这些很牛的这些开发者 他就觉得没意思没有什么好创作力他就想要做别的事情去了或者有新的领域出来了 那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开源社区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项目等到是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就人会越来越少 那越来越少的话我们这个项目就没办法维持下去 那有了这个工具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一些让新的人他可以就是说 刚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或是刚刚要走进这个圈子的人他可以用这个工具去学习更快的学习这个项目 然后然后他然后就像那种最基本的那些就是说补丁啊这种工作他都可以做 然后就是说比较就在这个项目这些大牛以及比较有经验的他就可以去做另外一个项目 所以说这个话就是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sustainability这个持续性的这个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也可以增进大家的合作 比如说我们做很多项目 所以说像Kubernetes这些项目里面有那么多纸项目 那有些纸项目都是相关的 那可是你可能你懂了这个项目你不懂那你不懂那个项目 那有了这个工具以后你要去学习新的项目了会更容易 那这些都是好事 可是不是但是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那用这个这个工具呢 尤其是现在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业界这个这一块是其实是有一点还是在摸索的状态 那像这个品质就是质量和安全 因为大家想说我用copilot写的这个代码还给我写出来代码 我就造钞就行了就拿去用 可是这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他们这个训练这个copilot他们的训练的过程中 他是爬这些给他这些代码 那不见得所有给他的代码都是好质量的代码 所以有一些低质量代码也被训练进去 所以你拿来的你copilot他这个工具 generate 出来的代码 不见得是最好的代码 所以这个质量不见得是最好的质量 所以你还是要自己去检查 然后这个是质量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安全的问题 因为搞不好有些人会在放一些比较有病毒的代码 或者是有一些故意要恐怖分子 故意要陷害人的 放一些陷害人的代码在里面 我们如果没有看清楚也照钞 然后把这些有毒的代码放到你自己的代码里面去 这就很危险 所以说用这些工具 generate 出来的这些代码 我们自己还是要再重新省略过 不能说就直接就用 然后第二个风险是法务上面的风险 像我们说 copyright infringement 就是说这个工具它制造出来的代码 你不知道它的许可证是怎么样 它万一它的是从copyleft的这种代码出来的 你用了它东西你就有这个责任 你就会也会必须 就会要遵守它那个copyleft的许可证 那有些就是说 还有另外就是说 那个就是attribution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做开源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码大家都把代码贡献出来 谁都可以用 但是你用人家代码 你必须要有attribution说 我这是哪里来的 这是谁创作的 这个是我们做开源最 就最基本的这个规则 那如果你那个 这个工具弄出来的代码 你拿来用 你没有写attribution的话 那等于说你的代码的 这个品质就不是很好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说像这个tree secret 还有这个就是data protection 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用这个工具 譬如说你用了copyleft这种工具 或者是chat GPT 你用这个 然后你就是我要什么写文档 然后你把一些你自己公司里面的战略 全部放进去 那你的公司的东西就会被放到 它的大池子里面 等于说你会不小心的透露了公司自己家公司的一些机密 那像几个月前就是Samsung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chat GPT出来的时候 哇大家都在用 用得很开心 后来他们才知道说 有些员工写了一些战略的报告啊什么 就把公司的战略全部放进去 后来他们有人发现 他们公司就很紧张 就说关闭 大家都不能用 后来现在他们觉得说 后来就说关闭了以后 就说也不行 这工具已经在了 大家有时候在家里偷偷用 所以说这种东西是挡不住的 已经出来了 你就挡不住 所以后来他们就说有一个policy 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公司的一个policy出来说 OK是谁可以用 那他用的范围在哪里 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用这个工具 必须要有一些平衡 那第三个风险就是道德的风险 那像这种工具呢 他在训练的过程中呢 如果说他训练的这些数据 训练的数据进来 其实是有偏见的 就是bias 不管是不小心的 或者是刻意的 这个都是不道德的 那像譬如说在美国选举很多人就会说 我不喜欢这个人这个竞选人 我就故意制造一些假新闻 然后输入这个数据到训练的过程中 那他那个那个这个人工智能 他吐出来的东西就是有偏见的 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一个道德的神说 所以说我们用写这些AI的应用啊 我们这些都必须要有就说像现在大家讲的 responsible AI 是负责任的AI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要一些考量 然后最后呢就是 energy consumption 就是说因为大家说这些大数据 我们就说怎么讲算力越大越好越多越好 这个然后那个perimeter啊 这些就是perimeter就是参数越多越好 对 可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到说 这些都是会就是用我们的能源用的相当多 所以我们可能说在这方面也要想一想 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地球人 对不对 如果说用了这些资源用的太多的话 会不会对我们人类有影响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可以在软件上面做一些 做一些innovation 做一些创新 可以让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些算力用小一点 但是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 那第四块呢就是关于人类这些的一个风险 就是我们如果大家说大家用了这个工具以后 就是很习惯的用 你说写文章自己也懒得想 就说哎呀我老板叫我写个报告 你教我怎么写 你就写吧我就照抄 或者是哎我要写一个我要写一个代码 我要这样写你就教我写吧 我就照抄 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类会不会就在创作上面会越来越 越来越退步 那像我们说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就会数学就很会算 人家说哎38乘以27乘以65 怎么样我头上用头脑可以算出来 现在有了计算机以后 现在就不会算那些了对不对 那我想我们这个工具 如果是我们大家就是太依赖这个工具的话 而不用自己的头脑去用自己的创作力的话 会不会对我们人类来讲就是说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 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很多刚才给大家看的数据说 哎呀这个你用了这工具以后你写代码速度会越来越快 然后你的老板会不会觉得说哇我这个团队有10个人 那我既然有这工具我就把这团队砍成变成两个人 我这样也可以 如果老板都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其实会对我们整个业界来讲也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风险 我们必须要就是说也要关注的 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个McKinsey这家公司分析师 他做了一些调研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就是说用这个工具写代码的一些信息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他叫GAI can increase developer speed but less for complex task 他意思就是说这个紫色就是没有用工具的 那蓝色天蓝色是有用工具的 那他就说左边的这个就是test complete 就时间就是说没有用工具的写一个写一个项目 和有用这个工具写一个项目 你可以看得出来写文档的时候 那你就是可以增进百分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就是减低百分之五十的时间 那那那写代码的话差不多是你可以 就是说减低百分之三十四十五的时间 那写就是说co-refactoring 就是就是优化 你可以减低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时间 那比较复杂的这些项目的话就是可以差不多减低百分之十的时间 那他这个最主要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你用这个工具 你用这些GAI的工具的话 你写文档你可以让你的写文档的时间改进非常多百分之五十 那你如果写代码的话差不多可以改进到百分之三十五 减低这个时间 然后另外就是优化 因为优化你必须要想一想 所以所以在这样 因为你需要头脑想一想的这种项目 这种领域的时候 那你就是比较 就是还是必须要我们人自己去跟着这个工具一起合作 所以你的进步可以进步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时间 那最复杂的就是说大部分还是要我用我自己的头脑去想 那这个工具可以帮我 但是还是需要我自己还是要花很大的时间去做一些分析 那这个是百分之十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就是他说GAI provides the most improvement to complex task completion 他这个就是左边这个就是说test completion with a lot of time 就是说譬如说我有一个我一个项目 我要他们在十个钟头就做出来 那十个钟头这个项目做出来 就是说比较比较不复杂的 就是比较不复杂的这个最不复杂的这个项目的话 就是你也可以写 这个工具有了这个工具 这个紫色的是没有工具 天蓝色是有工具的 紫色的就是说在这个十个钟头里面 我可以把它完成是百分之九十二的比率 那有这个工具可以完成是百分之九十四 那比较中间复杂性的是紫色就是没有工具是百分之七十三 那有工具是百分之八十三 那最复杂的是百分之四十二 就没有工具我可以在只有百分之四十二的比率 我可以把它在十比如说十个钟头完成 那这个天蓝色就是说有工具是百分之五十 那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说你很就是说很简单的平常的这种项目的话 那就是说他给你的就是说帮助不是这么大 只是说让你做得很快 但是你也可以完成没有这工具你也可以完成 有工具你可以完成你完成的更快就这样 那但是很复杂的项目的话就是说他对你的帮助就不就比较没有这么大 也是有帮助 但是呃呃他对你的帮助是更大 因为比如说你因为你可以花时间在分析方面上面 而不需要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做最基础的工作 所以说这个等于这个图呢最主要就是说价值 从价值来讲 就是说呃他可以帮你增进速度 简单的项目可以帮进就是说让你的速度增快 但是呢在复杂的项目里面他可以呃就是说让你可以把你的精力 你的时间在分析上面 而是这种简单的啊这些东西就是呃呃就说就他的价值就比较大 好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就是说你用这个工具是最好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啊 情况用是最好第一个就是就是平常就是很简单的很就是常常用的这种这种 他叫manual repetitive这种工作这种情况下或者是说你有一个项目已经写好了你要做一些啊完善 就是update 这样子的项目 因为就是说他的框架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很好了那他也学习了 然后你要做一些稍微的一些改进这边改进那边改进你也这个工具也是很合适的 然后呢另外就是呃你要做一个全新的项目就说你写文章一样你开始要写最头痛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开始写 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你要写一个文章就是头线就是啊怎么开始但是你头脑一开始在转了你就写的很快了那这个工具呢就可以这样就说帮你起步 开始起步帮你给一个框架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去呃往前走 那最后呢就是说譬如说有一个新兴的项目完全没你一点就是说完全都没有接触过你第一次要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你就可以他可以给你很多不同的背景介绍或是给你给你给你很多建议然后可以让你很比较快的进入情况 那呃但是呢有些项目呢其实是这个工具是不能代替人类的那就像说很复杂的像我刚才讲很复杂的项目 或者说有些项目是需要你一些就是说一些背景知识像商业背景组织背景 比如说我要比如说要写一个啊啊报销公司报销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我报销我这个阶级的人我酒店报销是这样报销我餐呃我这个坐车报销是这样报销但是这个等级的人这样报销 但是有时候我要带客户呃这个怎么报销那有些是领导阶级的呃这个报销又怎么报销所以有些时候其实是你必须要有一些你公司的组织的一些 观念你才能够去写这个那这个这个工具必须要你你必须要等于说做是你是头脑然后这个工具是你的一个小帮手我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最近我买了一个房子一个很旧的房子啊啊啊然后呢我想说哎我要装修这个房子我要这边要这是盖个小房间这边这是真实的故事 然后楼上我要有一个天窗要有一些设计但是我要找工人的话呢工人可以帮我做但是工人不会设计对就简单的工作说哎七墙壁工人可以帮我做这个地上铺地毯工人可以帮我做但是你要真你要比如说增加一个房间要你要把这个要弄一个大个阳台或者是你的你要一个很大的窗户 你必须要看看这个这个设计的是不是很安全你这个就是要一个建筑师建筑师来设计所以说我说我们用这个工具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工具当成是这种工人就是最基础的东西可以让他做但是最主要整体的设计还是必须我们这些开发者去想去怎么设计 然后这个是我的那个就一个例子啊然后现在我们就讲一下最佳实践我看一下这个实践最佳实践好那啊就说从开发者的角度上呢第一个我们用这工具一定要有相当的透明性就让你必须要就说哎我这个是这个这个代码是这工具来的我觉得或者是写一篇文章你用ChairGPT就说哎这个是我的来源是哪里 这个必须要说清楚如果不说清楚的话你有一些就是说嗯第一个是不道德第二个是有一些责任你啊万一有问题的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写代码都要Attribution就是说我们这些呃内容这些是哪里来的必须要写得很清楚那另外呢就像我讲的要用这种工具是等于是他是你可以用他成他是你的小帮手但是他不能代替你尤其是老板阶级的千万要注意就说 这些工具不能代替人不能代替我们的开发者他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效率但是他不能代替我们然后另外呢我们就说做开发者还是要一直去学习一直要去创新因为很多新的想法新的譬如说架构什么我们都要必须的去一直去学习而不能说有了这工具以后我们就呃就用工具就好因为工具还是有限的他的能力还是有限的那最后这个呃 另外呢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这个呃合同就说你用这个工具的平台他的合同你们要读清楚因为你万一用了他的这个上了他的平台如果有限制的话你将来会影响到你的工具尤其是初创公司你如果譬如说你用了LAMA这个模型或者是用Fulkin这些他的他的许可证里面其实有很多坑的那比如说大家没有读清楚的话就用了他的这个平台 用他的平台以后你以后要商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他可能放了就说哎哎大家都可以用啊我这都是开源啊你们大家可以用可是万一你要去商用然后你这个写的你写的这个应用写的非常好就一下子几百万人都要用那你他那个那个你那个平台的公司就可能来告你说哎你这个你没有读啊我们这个合同里面写的说你只能用我的技术用我这个平台做呃普通开发 他如果说是大的商用的话你就要开始要付我钱所以在合同这个大家要先读清楚要了解一下那啊另外呢我们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IT啊AI就说Responsible AI就是说我们做AI尤其是很多人就说AI风险很大尤其是如果说没有好好管理的话其实是对我们人类或者是对我们社会都是有害处的所以我们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用这个技术的时候 必须要做一些就说一些负责任的一些思考就是第一个一定要有透明度第二个你能够解释就说你用这个工具你做出来的结果你一定要可以解释你如果不能解释的话就是有问题第三个就是要精确然后安全还有人类可以控制的我可以跟你说个小故事就是前几年那个Facebook他没有变Meta以前他就做这个实验就是两个AI机器两个他就说 让他们两个辩论这个AIA AIB两个就变变变可是他们就是他们就观察他们怎么变啊变到最后就是说过了一阵子以后他们开始用一个很奇怪的语言我们人类不能听不懂的语言开始两个在讲话然后那个Facebook就很快的就把他关掉因为他觉得说那已经不可控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已经演化到一个程度两个AI已经开始在一直对话对话对到他们自己发明一种语言 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是人类可控的我们做的AI然后能够有accountability就是中文怎么讲accountability就是你可以追溯谁做出来的这个来源是哪里可以追溯的然后要公平然后隐私就是说数据隐私这些都必须要考虑到所以我们用这个工具不管是用AI的工具或者是写AI的应用或者是创造 我们用这个工具的技术我们都必须要有想到就是说考量到我们要做有责任性的AI这个这个responsible AI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是一个业界非常大的一个话题那从公司的角度呢因为像这个AI这个东西已经出来了英语有一句话就是说Genie out of the bottle就是说你已经出来了你已经不能再塞回去了大家都在用像当年那个云出来的时候有些公司说有些很多部门都已经 已经开始啊用云马逊啊或者是用这个都已经在用那如果公司太慢的话你的公司的一些policy还没有出来的话大家就是乱用乱用的话就会有一些有时候会有一些法律的风险所以这个我们公司呢就是在公司呢从公司的角度上公司必须要早一点去把这个policy做出来因为我们这个另外就是我们这个AI技术变化太快了所以这个这个policy的文档呢就是一定要是常常更改更新的 那像一些copyright还有一些IP这方面还有数据保护安全还有就是说很多国家像欧盟啊他们都说AI有AI的法律在国内也有一些AI的什么管理法在美国有北美有很多法律就是说以后AI的发展跟政府还有就是说政府之间的关系会非常大 那从公司的角度上公司必须要就说厂就说要有一个公司的一些那个policy然后大家员工都可以遵守因为这个大家都是要会一定要会用这个工具的那如果就说那公司呢也不能说不能用就像Samsung那个例子你不能说全部关掉不让大家用让大家的话其实你的竞争对手在用你自己就落后了所以说你要大家就是就说要思考说怎么样用是最安全 然后一个policy出来以后大家就依照这个规则去用 然后必须然后公司呢要做AI这方面的项目一定要想清楚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战略是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平台像我刚才讲的你要选择哪一个AI的平台接AI的平台必须要想清楚像尤其是在他们的许可证上面在他的合同上面都要看清楚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另外就是skill set就说我们做开发人员以后很需要的一个一个一个skill一个能力就是他们叫做prompt engineering提示的这种啊engineering 就说你要怎么会去提示你的你的用的GAI你的输出才是更精确更你自己想要得到的这个prompt engineering以后大家可以我可以保证以后一定会有很多培训在这方面的培训就说大家在这方面能够增加自己的能力 那可以你可以更有效的去用这个工工具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两个人头都同时用chat GPT去写一个文章 那一个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去提示所以你他得到的输出可能会跟一个会知道怎么提示的人就会有一些距离你会怎么提示你要得到的output可能就是你最就是说最精确的 所以这个prompt engineering是一个非常以后一个大的学问那另外就是AI以后公司呢必须得有一些AI这方面的培训 然后OSPO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组织可以就是说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外外公司就是说做一个计划啊这样子 好的那我另外就强调就是open source不是open governance这个大家非常小心那大家昨天也听到就是terafone terafone那个就是open tofu那个项目出来了吗就是那个harshicope这家公司他就又有头线说都开源大家都可以来用然后大家用得很好就是然后突然他觉得很多人都在用了我他就想贪心想赚钱就说我把这个许可证改掉所以像这样子他就觉得很多人都在用了他就想贪心想赚钱就说我把这个许可证改掉 他他这样这家公司就是因为他这个开源项目是一家公司在管理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他的他的项目是open source不是open governanceopen governance就是开放的治理那为什么我们项目要捐到Linux Foundation像这样第三方的就是说他是一个open的一个平台那这样的话就是对大家都有保障那Linux Foundation像我刚才讲的他那个LFAI and Data 他最近就是发起了这个叫做Generative AI Commons就是一个工作组就是专门就是就是为了这个GAI生成AI这方面的发展做的一个平台最主要就是说他希望说他说is dedicated to fostering the democratization他就说AI我们要把AI弄成就是普及化大家都可以用不是说只有很多算力的厂家可以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是我们的一个 使命然后呢帮助就是说我们的使命然后帮助就是说这AI这方面去发展更有效率的更安全的更有信 reliable更有可靠的可然后更有道德的做这个GAI这方面的发展然后大家一起去就是中立的这种治理方式然后大家一起去share一起去创作一起去互相学习 然后互相分享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个工作组大家都可以参加他有现在有四部有五部分第一个就是架构然后另外是模型然后一个Stata数据然后是大家是分享然后最后就是Open就是开放我们的开放定义是什么就是你说开放式的AI 它到底是什么开放是代码开放数据开放参数开放举重开放这些什么说开放的程度是怎么样我们这个开放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在议题大家在业界都在讨论所以现在有这五个工作组那我是鼓励大家都去参加你不见得是一定要是LFAI的会员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 然后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找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就说大家如果说去学习学习也可以那另外呢OSI呢这边他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也是正在做这个OpenAI的定义因为我们我们像OpenSource的定义已经有25年了因为OpenSource已经有40几年40几年然后OSI这个组织就是OpenSource Initiative它在25年 年前做了一个OpenSource的定义所以说我们这些许可证都是以它的定义为主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AI的时代那OpenAI呢它不只是有代码它还有数据像我刚才讲参数举重这些那我们怎么样才叫做是真正的OpenAI就是说开放式的AI那他现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工作组位在里面我们正在做这个定义就是说这在做开源的这些老大啊这些这些就是说原 元老们大家都一起聚集在一起就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定义叫什么才叫做OpenAI那现在这个定义呢已经起稿已经起好了现在是正在是一个review的状态那这边请大家到可以到这个链接去叫DeepDiveOpenSourceInitiative就说大家都可以欢迎一起去review然后可以提意见那前一阵他们头先是只有就是北美的人在review然后欧洲是上周我们在review然后这周是我把他带到 国内因为我觉得说哎怎么都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所以我把带到国内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各个同学可以到这个网站网站上他从这周开始就有一些webinar然后他就说哎我这个草稿是这样写的因为因为他这个定义不只是说技术而已还有道德还有一些安全这些考量那大家可以去参加这个webinar可以听一听他这个定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定义所以现在是还是一个草稿的状态那可能会在今年11月 一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出版然后可能大家还是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可能明年会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定义会出来所以这个对我们夜见来讲是一件大事所以大家如果就说希望鼓励大家都去这个链接去听一听然后可以给你们你们的一些意见好的我想我时间差不多到了那有没有我们可以拿一个我可以一个问题是只有一分钟差不多吗我可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抱歉有时候中文讲的不太清楚请大家原谅 没有问题好那没有问题我就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工具呢已经AI这个GAI这个工具已经在这里了这个是已经塞都塞不回去了那我们大家一定就说一定要拥抱它因为就像以前云一样这个刚刚出来大家说哎呀这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很不安全啊 公有云啊私有云啊这边大家讨论了一圈现在我们是正在这个状况其实这个GAI呢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它会改变我们写代码的一个方式使人家说这个就像是当初我们为什么那个OPS刚出来的时候这么大这是一个一个等于说是一个inflation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大家就去呃必须要拥抱这个技术但是拥抱这个技术必须要你要有做负责任的要而且要有些事情要很安全的去用这个技术 而那从厂家的方面来讲说不能说全部关闭不让大家用那英语有一句话说Don't throw the baby outwith bathwater就是说你把洗澡水倒掉不要把连小孩子都倒掉了是不是所以说好的东西还是要留着但是你要有就说呃有很负责任的去很小心的去利用这个工具利用这个技术可以对我们人类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